2023年7月26日,中国恢复对新加坡、文莱池普通护照、来华经商、旅游观光、探亲访友和过境15天入境免签政策。 2023年12月1日和今年3月14日,又先后对法国、德国、意大利、荷兰、西班牙、马来西亚六国和瑞士、爱尔兰、匈牙利、奥地利、比利时、卢森堡六国持普通护照人员实行单方面免签政策。 今年3月1日,中泰互免签证协定正式生效。 截至目前,上述15国家共有98.9万人次外籍人员免签入境来华。 占到相关国家来华人员总数的6成多,整体呈现上升趋势。 为确保政策措施精准高效实施,国家移民管理局部署全国移民管理机构,动态监测口岸通关流量变化,加强勤务组织调度,权利保障口岸安全畅通。 依法为免签来华外籍人员提供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和停留居留便利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